交换鱼是最慢的一次 因为他们走路真的很慢 这什么呢? 很接近希腊小岛的气氛 决心的一个菜市场 跟你们讲,在欧洲 上次Dosset,贵的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会花一天的时间 来Explore Aden 所以我们会走走 那当然呢 这边最旅游区 就是Sitama Square 我们叫了一个希腊小吃 Kororia 然后其实希腊人呢 是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他们只是通常在那个garden 买一个小吃,买到面包吃 就填饱肚子了 然后其实这个呢 是犹太人的食物 它其实就是一个 哪个啊? 光环圈 光环圈 哦,大概的了 对啊,大概的 然后就是用一条面包搓成了 然后来烤 每一寸都放完芝麻 就是一个 芝麻面包 有点像Cassel 所以我们现在先吃看 那面包烤得很脆啊 然后有芝麻香味 然后除此之外 就没有了 哈哈哈 这个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小吃 才50项EUR 然后这个 其实是最传统的口味 它其实还有其他口味的 比如 Doughnut啊 巧克力 面包啊 可是那些都是 一块半EUR以上 我们吃不起 所以 我们只能叫这个 这个也是最传统的 所以一定要叫 诶,可以拿来冲鸡 不能当早餐 因为吃不饱 哈哈哈 你看 所以大概要10点了 是时候去芝麻面看看 他们的交换 岗位仪式 我们到了雅典的芝麻面建议 所以我们现在等到10点吧 不 OK 我们刚刚看完了 所以 其实啊 这是我看过 交换仪式最慢的一次 因为他们走路真的很慢 然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士兵 交换岗位仪式 他们走路是很大步啊 但是又很慢了 真是要train你的 muscle 你才可以做那种超步 而且他们还做到很合牌 对 就全部同一个时间踏下去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啦 就 我们看一下每个国家的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 他是每个小时 交换一次 然后维持大概 六分钟左右吧 我们到了西拉雅典的首信街 而且 他其实这里就是旅游区 然后他出名 卖那种 起司啊 saucees啊 olive 然后这里很多那种 高级的 餐厅啊 跟美食啊 都在这边 可是会比较贵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也只是逛逛网罢了 然后我身后的这个 Gerato ice cream呢 他一个scope才卖2块 euro 可是matt donald的sante con 都已经卖2块1了 euro哦 全部都是euro价钱 美都沙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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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Versace 老板认得出 Versace的标志 我们叫美都沙 我是认得出美都沙 没有 你是认Versace的标志 哈哈 高级葱 有 混合的 有黑的 有清的 海绵 这什么来的 Span 一阴的我 海花 这什么来的 还是青海的花 你都会按 Minekin 好恐怖喔 哈哈 出了个黄色眼睛 这个不是猫眼睛 他们是外国人 眼睛一定要有点颜色 哈哈 所以我终于知道 那些海绵是什么了 它其实是橄榄相罩 还提早做Spa了 然后是Santorini的一个特产来了 现在青海是什么 我不知道 OK 反正是青海的特产 青海应该是Santorini 这边有东西便宜吗 没有 我们在雅典住了这么久了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建筑 都会有图呀 City啊 或者是郊区啊 都有很多图呀 所以Street Art 是必须要看一下在希腊 OK 所以我们来到了Ana Petica 其实呢 我看网站说 他们讲 这一区呢 就比较像 你在希腊小岛这样子 就很接近希腊小岛的气氛 然后我们那时候走上来的时候 也是看到很多餐厅 在楼梯呀 跟路边摆 他们的椅子跟桌子 来这个区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比较舒服的环境 昨天我们就在这个雅典卫城 塞亚就是在雅典卫城的后面 下面咯 吃了 真的咯 来 吃吧 然后这是葡萄花 嗯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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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来到了 另外一个 Aquaporis的一个景点 就是 Roma Acura 我们原本昨天要去的 可是找不到路去 原来是要出回来再进去 然后它的票是要另外买的 你要进下去才可以买 可是我们刚刚从那边山那边走过的时候 都已经看到里面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就点准不进去了 OK 这Aquora呢 就是四集他们在一起讨论东西 然后买卖 嗯 就这样简单 现在已经没有东西看了 只有石头罢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Monastiraki 然后他们讲这里呢 有要找四集 等我进去看一下 走吧 其实我们进了那个市场 它其实很像其中盖 都是卖 手杏啊 衣服啊 鞋子啊 比较便宜 有价钱咯 特别东西应该没有什么啦 如果你喜欢 想要买今天厅的话 你可以进来这边 然后Tress都是全部都这个样子 好多裤子 那小孩子在喂鸽子 哇 这个店铺的外面已经烂到不行了 突然来到这个很血腥的一个菜市场 全部都是卖肉 可是很干净 但是有点恐怖 注意看到那眼睛 哈哈 2.29元 这个鸡 2.29元 2.29元 我跟你们讲 在Europe 上市场是很贵的 50元一次 实现鸡肉一次 上厕所都可以上那里破产 上厕所都可以上那里破产 回到去人家问你破产 为什么 因为我上厕所上那里没有钱 哈哈哈 一天上10次外面厕所 你就要给一个 20块马币了 就尽量避免公共厕所 最好是出门前先销个鞭 有事没事别乱喝水 我们下一次见了 一大起司 哈尼好多 大鱼 钓鱼 哇 哇 翻演啊 平时很难控制我老板的 没有很容易吧 只要有东西吃就可以了 是 他没吃瓜瓜草 等这个不好吃啦 那个不好吃啦 一看知道我的嘴巴 什么都可以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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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